灯光一开小小一部太阳能车在轨道上开始奔驰 先经过一个弯道再来个上坡 能够让自己亲手设计的太阳能车 跑完十几公尺的跑道 是全场高中职学生的梦想 这个比赛就是今天在圣岳汉科技大学登场的 103年全国高中职太阳能车设计大赛 来讲大学比较多这种比赛 可是高中职很少 那我们是觉得说应该要再往下升更 到高中职就可以开始 所以如果越早来接触这一方面的设计 他的一方面也是开发他的兴趣 再方面也让他对他人生的规划更有目标 校长陈敬莲表示太阳能车的设计大赛 一般都是大专运校举办 而为了让高中职生也能够提早接触这个领域 因此社员和科技大学也坚持每年要举办这样的比赛 而今天表现最耀眼的就是 置评高中的阳光男孩团队 他们设计的车子只有49.35公克 但却跑了1069.6公分融合冠冠 主要是重量轻然后材质防震 齿轮比的大相关比较 所以本校今天办这个竞赛 那么当然就是这样子的目的 我们希望高中职的同学们在这方面有兴趣的 他以后今天参加这个比赛有好的结果 对他建立信心 那么以后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到大学里面 再继续的在这方面的 在深入的再去学习研究设计 轻量化的车身设计 如何设定齿轮比来因应上坡的马力跟转弯的挑战 小小的车里面有好多的学问 而深远安科大也表示 希望借此可以启发学生们的兴趣 将来上大学之后投入研发 为台湾的绿能产业增添更多的胜利军 记得陈波威淡水采访报道